結束二十一天防美行 客問者返台不只泰作湘營 還有支持者夾到力挺 打鐵趁熱 立刻宣布520前就會登記參選 我們黨內通過以後 會有個正式的記者會 應該520之前吧 現在還是要先回去辦手續 一定沒有睡飽 讓大家多睡幾天 睡飽講出來的可能會比較準一點 郭柯佩確定破局 讓人再彰化的郭台銘 聽到這消息也愣住 眼神開始飄忽 客問者這頭繼續加大火力 反駁郭台銘說自己出現 柯的支持度將從20%掉到10% 就前幾次的民調看起來 把我跟他跟其他人放進去 我的民調還是在20%以上 所以就現有的資料看起來 他講的是不對 郭柯徹底撕破臉 但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顯然還沒放棄藍白河 柯主席現在的一些做法 我們都表示尊重 但是我們團結的目標 絕對不會改變 適當的時候 一定都有機會來見面 來談一談 喊話要來聊一聊 畢竟藍營基層認為整合柯文哲 無論侯柯配或郭柯配 都有贏的可能 他們如果攜帶所謂的侯柯配 或郭柯配不如跟柯自認配 比較快一點 綠營這番話說得很酸 朱立倫心心念念的在野大聯盟 在柯文哲正式表態後 似乎已經沒細唱 三連新聞黃新城 許說